Hello大家好,我是60後退休生活Miu 我們在2022年經預約系統搶到在年初二深圳灣的名額 入境內地,在深圳灣酒店隔離了14天 之後我們就在清遠家居家隔離了7天 完成了3個星期的隔離後 我們在清遠和珠海玩了3個星期 了見之環,我們在5月初經港珠澳大劫回到香港 原本我們計劃在2022年年底再回內地繼續吃喝玩樂 也成功兩次搶到金巴的車票 可惜兩次都因為事件未能成功出行 昨天香港政府宣布落實在1月8日起,免檢疫通關內地 首階段開放7個口岸 每天共有6萬個港人不上的名額 其中4個海、空、大橋名額每天有1萬個 只要你能夠買到票就可以成行 他們包括有 第一,機場 第二,港珠澳大橋 第三,港澳客輪碼頭 第四,中國客運碼頭 至於另外3個綠路口岸 每天名額是5萬個 第一,深圳灣口岸,名額有1萬個 第二,敏感度口岸,名額有5千個 第三,洛馬州福田口岸,名額有3萬5千個 現階段所有在香港入境內地 或者由內地回香港的人士 都需要持48小時內的 2019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如果在綠路口岸入境國內 需要在政府指定的網上系統 預約口岸和時段 在過關時要出事成功預約的二維碼 預約系統已經在1月5日晚上6時正式運作 由於我們準備在年初三回清遠 所以我們當晚立即上網預約 現在就等我和大家分享 在網上預約3個綠路海岸 和購買港珠澳大橋 由香港到珠海金巴車票的程序 我在晚上9時半上網 找香港政府一站通 按本港居民主頁 之後就會出現這個版面 然後再按指定口岸出境 香港到內地預約安排 之後就會出現這個版面 就可以開始登記 填寫你的身份證號碼 按下一步 在方格本人已閱讀 並同意條款的方格中 再按下一頁 填寫個人資料 包括你的中英文姓名、性別、出生日期 身份證簽法日期 和同行人士數目 每次只可填寫三位同行人士 選擇出境香港口岸和時段 包括有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 洛馬洲福田口岸和民感度口岸 然後選擇日期 完成之後就可以填上可接收 SMS 短訊的聯絡電話 再按下一步 完成之後就會出現 有你填寫過的個人資料版面 核對資料之後就按確認 按確認之後就會出現這個版面 通知你已經成功預約登記 你可以按你的預約日期時間 攜同身份證證明文件、證本 和48小時陰性核酸檢測結果 和這個成功預約登記的證明出境 如果你想購買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去珠海方向的話 你可以輸入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搜尋這個網頁 然後按前往購票 來到這個版面之後就按單程 香港到珠海 來到這個版面就按出發日期 就會出現可以選擇購票的日期 當你選擇了日期之後 它就會顯示發車的時間 可以預約座位的數目 今天是1月6日 我們所見預約1月10日 所有班次都有座位 如果你已經計劃出發日期 就快點上網預約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可以預約到 你心儀的日期 如果你們喜歡我這條影片 請按LIKE我和分享出去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 快點按訂閱鍵 和旁邊的小鈴鐺 我有新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下條影片見 拜拜